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眼下他却不得不躺在骨科病房 以这种仰卧的姿势至少还要再卧床三个月 而这一切不幸都仍于几天前那个让他懊悔不已的瞬间 短短的几分钟却彻底改变了他未来的人生轨迹 2013年8月2日上午 滴水高速公路指挥中心接到了一个报警电话 喂 你好 滴水高速 喂 你好 滴水这个出口这个银辆的大巴车翻掉了 它翻掉了 一个雨优大巴车翻掉了 一车是雨客车车上 具体的位置就是这个父亲这个高速路口下 到滴水这个出口这个地方 雨优大巴车和你弹挂车在路上抓了 我的一车是雨客车地别完蛋了 事故发生地在距市区十千米外的高速公路 接到报警后 工作人员马上联系 寻找离事发地点最近的交警 他们必须及早了解到事故详情 以便施救 交警临捷 此刻恰巧正在附近高速路段巡逻 指挥中心告诉连杰 计划方向扎道 发生翻车事故 需要他立刻赶往现场 听指挥中心说是一辆客车翻车 距离因为他们事故也不算清楚 就是说是这个下杂道的地方一辆客车翻车 那我在想客车翻车是很严重的事情 听说是客车翻车室 某交警临捷 顿时变态 简张其爱 我们讲的客车事故一般都是群死群伤的 像这种情况就明显就是这种群死群伤的事故 虽然距离不到一千米 但是依然有个难题 要想到达事发现场 巡逻警车无法在高速逆行 必须从前方绕道 情节之下 林杰让同事赶紧开车绕行 而他则一路小跑 沿扎道逆行而上 抄近路 赶到事故现场 当我跑到那个弯道过来的位置 我就看到了 有一辆客车 车翻在这个位置 有辆半挂车 就车翻在这个主车道上面 行车道上面 也就是说到这里密密麻麻的 伤了很多人 后面车子全部堵死了 这一块 车子全部堵死了 路面上坦着很多的伤子 高速路上 众多伤者期待救治 然而 由于事发路段没有监控探头 指挥中心对事故具体情况并不了解 经验丰富的林杰赶紧用手机先拍了两张照片传回指挥中心 以便调配警力实施救援 随后 他立即对受伤人员展开搜寻 当时这个伤者呢 伤是比较重的 那么是从前面一辆半挂车上面 半挂车上面爬出来 我到现在之后呢 反正就穿了件短裤 伤都没有衣服 那么 距离货车比较近 那当时我猜想啊 应该是货车上面的人 所以说我先上去 情况简单了解了一下 叫这名字啊 我叫李力量 李力量是这辆大货车的什么啊 你是货车是吧 是 但是谁开的 车里那人没起来 我也开了 这里还有一个人是不是 啊 你在坐哪个位置 我躺睡觉了 你躺在哪里睡觉 师傅 师傅怎么发生知道吗 这里还有一个人了 这里还有一个人叫什么名字 啊 在问他的时候 他就 他就 他就昏倒了 这个好像就是 这个就是大发车驾驶员 啊 当时呢 他就坐在车里 在看 车里面还有没有人 那么我也去看一下 车里面还有没有人 这样子 就当时 就撒了一个镜头 就撒了一下 这个依靠在车旁的男人 正是司机老野 回想起车祸发生时的那一幕 他的心绪难以平复 他妈妈撞起来以后 然后撞到前面 他有那个 就是分叉了个安全 到前面不是有分叉了个天蓝吗 然后撞上去 那么控制不倒的 然后车走 然后就这样换过车 车祸中 司机老野被闪出车瓣 身体多处受伤 我翻出去就没分 一出去以后 我知道是车祸了吗 当时我站了几下 站不起来 然后坐下坐下 慢慢地 趁着站得起 站起来 然后我就叫他们能动的 赶快进去 把里面的人救出来 那个交情很快的 我们人有的还没出来 交情都已经到了 可能也就不过几分钟时间 是一辆油车 上面有人想过呢 这个导游 你是导游是不是 车上应该几个人 车上总共加我是22个人 加司机导游 客人是20个司机 一个导游 所以刚才在今天可以看到 大师分量 尾巴情况很多 现在车全部都是 现场伤者很多 上处惊恐中的伤员 急需救治 这让林杰非常焦急 交警和救援人员陆续赶来 躺在路边的十几名重伤患者 被送往医院 与此同时 指挥中心也在协调调度 对后方车流 实时绕道分流 危机似乎正在减缓 然而林杰的心情 却轻松不起来 因为此刻 还有一个人被困在车上 生死未夺 在交警搜索现场 时发现 大火车的驾驶员 仍在驾驶室内 但失救工作 却无法展开 这方是驾驶室朝下的 驾驶室朝下的驾驶员 是被困在驾驶室里面 然后当时这个侧头 已经严重变形了 头是朝下的一个状态 就是说翻过来了 如何才能营救出 受困的驾驶员呢 消防人员尝试着 对驾驶室实施破拆 在消防人员和急救医生 展开营救的时候 出于职业的本能 一个疑问出现在 营结的脑中 这起恶性交通事故 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 营结和同事对现场展开勘察 从这些支离破碎的线索中 他们能够找到 隐藏在车祸背后的真相吗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高速公路发生惊险萤幕 这是一场交通意外 还是另如影情 请继续收看 走进科学 致命的倒车 高速路上 大货车与客车相撞 车体变形 多人受伤 货车司机生死未卜 经过四十多分钟的破拆后 人们终于抬出司机 送往医院抢救 然而车祸发生日移 依然在困扰着人们 这起恶性交通事故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是超速违章 还是另有原因呢 满车道上 这些满眼都是碎玻璃的地方 是事故第一撞击点 它对于责任判定至关重要 从这些支离破碎的线索中 半交警叶东北发现了一丝端倪 现场这个撞击点 就是玻璃这个散漏物 在这个后方 跟这个两个车子侧翻这个地点 还是相距比较近的 正常那个碰撞 这个车子应该是会撞出去 有几十米远 但是在这个现场的话 大概也就是十几米 不到二十米这个距离 我们现场在这个判断就是 可能呢 它这个前车可能是存在低速 或者是甚至是在这里停车 高速公路行车都有速度限制 汽车超速或低速行驶 会招致不可预知的危险 这是司机们都知道的常识 可是为什么这里会有前车低速 或停车的迹象呢 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 叶东北他们还必须找到 更多的佐证 或许有个重要的物证 能够帮叶东北 解开心中的疑问 一般客车都是有装有的 一个GPS 还有一个车内这个监控 还有行车记录仪 当时我们在去医院 对当事人进行调查 这个情况中 另外一边这个调取这个监控 这个也是在同时在进行 机器不会说谎 经过紧密 GPS数据忠实还原了 大巴车在事发时的行驶状态 结果超出了叶东北的想象 GPS我们有一个曲线图的 车子已经是停在这个车道内 速度为零 然后之后再经过这个碰撞 速度是顺电速度 是一下子往上急去的这个窜身 达到了大概是26公里每小时 是这么一个速度 也是可以判断 它这个车子是从这个停车 然后后来就倒车 经过碰撞 这么一个事故发生的一个过程 但是为什么客车司机 会在高速公路上 做出倒车这么危险的行为呢 下午17点52分 在事故发生八个小时后 大客车上的监控视频终于被捣出 打开监控画面 眼前的一幕 让叶东北他们 感到异常震惊 我想就是通过我们这个视频 是最客观的反映出的这个事故 发生的一个过程 这辆客车是从温州 是往我们沥水的龙泉 因为对路线不熟悉 原本应该右拐下高速的大客车 错过了出口 但是客车并没有选择 在下一个出口掉头回来 而是停在了高速公路的行车道上 错过了出口的司机老野 最终选择了倒车 马上要撞掉了 撞掉了 他刚刚一把方向 回过来往下 往这个杂道 杂道走的时候 后面顶上来 大客车在高速路上 停车 倒车 相撞 这一切都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内发生 面对后车的撞击 车上的人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 往前我们是沥水吸出口 相差实际路程 也就是六公里 一小段路 贪图一时的方便 造成这么严重的这个失误来讲 应该是非常不值得 这次危险的交通事故 最终导致了多人骨折 万伤 一人死亡的恶果 火车驾驶员不幸身亡 而他还只有二十多岁 我总开后半夜 后半夜我不让他开 他比我喜欢 我平常比较 我今年四十三 他二十九 他后面总困 如果我开 谁已经大白天 就出现这个事 经过几天的手术治疗 老李的精神已经好了很多 天气乐观的他 叹息着一条年轻生命的失去 车祸发生时 老李正在火车上睡觉 从车上甩出后 处于半昏迷状态 他并不记得当时的情景 医生说 他是侥幸从鬼门关上 被拉回来的 因为他脸色非常苍白 然后反应比较迟钝 就叫他 有反应 当时呢 就迷迷糊糊 有点这样的味道 当时我们盼望他 就是有点休克 出血量估计 起码在一千五百毫升以上 老李的家境并不好 当地的交警 正在帮助他 协调保险理赔的事项 这让他非常感动 你重新的这种命 真是 还有这些辈子 家里还没钱 老家有一个老父亲 八十还乱告诉他 还有一个小儿子 十来四 交通事故中 每一个伤者背后 都是一个家庭 那么 作为一名 有着几十年假龄的老司机 在错过高速出口的情况下 司机老尹 为什么会选择在高速公路倒车 这种危险的行为呢 说起其中原因 老尹的心里 也觉得有些委屈 因为有的 比如说到哪个大点的地方 大点上是知道的 拒绝他们在哪个小一点的地方 有时就要听他们的了 听 听整个跟这个导游的 按道理说 我是往右边转的 他们当时不对 不对要往前走 反正这个怎么说 反正也就是 走错了 往前面走就可以 当时我也说过了 我说高速公路不能到的 干脆就前面的口向也是一样 司机老尹说 他原本并不想倒车 从监控视频中 我们也看到 客车是在高速路上 停顿了半分钟后 才开始往后倒车的 老尹说 这段时间 他就是在犹豫 我也犹豫了 是不是 视频也看过 应该是直走 但车上 说 每次倒倒倒 还有人要看 反正作为一个驾驶员 这个干擾是有的 对我的干擾肯定是有 但是我就是没有坚持好 是不是 方向盘在自己手上 没办法了 方向盘握在司机的手中 那么作为乘客 难道只能听天由命吗 在危险发生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能帮助普通乘客 减轻车祸 带来的伤害呢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一个不经意的交通漏袭 最终导致恶性交通事故 如何文明驾车乘车 保障我们自身的安全 请继续收盘 走进科学 致命的倒车 在交通事故中 80%都是由违规行为要求的 日常生活中 我们也会经常搭乘客车 败出或旅行 方向盘握在司机的手中 面对不可预知的突发事件 乘客的安全 难道真的只能被司机掌控吗 再次回看倒车事故的监控画面里 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车祸发生时 巨大的撞击力 客车转飞 一些乘客被甩出座门 甚至被甩到车窗外 但是车上也有几名乘客 一直都稳稳地待在座位上 车祸过后 看上去好像并没有受到什么伤害 绑了安全带的乘客 可以这么讲 基本没有受伤 他也有一些是原来系的安全带 那么到了到车这个时候 他要起来 他把安全带给松开了 站起来给这个司机指挥 往往是这批乘客 一下子飞出去 往往受伤比较重 那这个可能到目前为止 还躺在我们医院里面 接受治疗 交警林杰正在客运站 进行交通安全宣传 在沥水市 近年来 由于客运公司有着严格要求 如今乘客上车后 都被要求 必须系好安全带 这样子大家上车的时候 第一点 大家先把安全带给我系好 大家先把安全带给系好 第二个 叫车子行驶过程中 大家去行驶过程中 大家不要走来走去 第三个 第三个 我再跟大家讲一下 大家看到这东西没有 这个锤子 我们叫救生锤 也叫 大家不要把它当玩具 拿去玩掉 因为我们现在车子 全部是密封的 拿来砸玻璃用的 第四个 不要抽烟 如果再加一段加油的话 就有危险 好 所以大家旅途愉快 没接到 除了这些细节之外 还有哪些行为 能够保障我们的乘车安全呢 交警告诉我们 车祸中 在车上乱飞的物体 容易砸伤乘客 所以乘车时 应把大件行李 放到行李舱 随身只携带 体积小 重量轻的小包 并把它放在行李架 固定好 像这次事故中 多名乘客 在客车行驶途中 不停与司机讲话 这会干扰司机的正常驾驶 这种行为 是万万要不得的 乘车途中 我们不要将头 手伸出车外 坐下后 不要在车上随意走动 途中 看好小孩 不要在车上打闹跑动 这些极易被我们忽略的 不文明行为 常会引发 安全引化 此外 在车祸发生后 乘客还应该紧迫 离开汽车 有很多事故 我们碰到 因为车辆受到碰撞之后 车门挤压变形 因为机械原因 打不开 你像客车 我觉得这个讨论方法 应该是正确的 从画面中 我们可以看到 车祸发生后 乘客们都围在客车周围 等待施救 其实 这样的做法 并不安全 因为高速路上 发生车祸时 急易出现 后车躲避不及 连续追尾的情况 这会导致 二次事故的发生 这个是导游 在打电话 你看他这个手 这么回起来 说明是 后面还是有来车的 你这个人 不应该站在 我们这个路面的位置 应该转移出来 转移到户篮外面 你万一如果说是 后面又来个车子 往前面一顶 那么势必这个车子 就是往前冲 往前推 往前推 你这批人 全部把你扫到 那这个后果 就是非常不堪设想 正确的做法是 站在道路隔离带外 汽车右后方的位置 并报警救助 等待施救人员的到来 这次倒车事故中 也有少数人 提出了反对的意见 倒车的道路 无非倒的 走了 就刚才拿着路 他说要倒车 然后我就站起来 我说这里 不能倒车 有监控 就这样说一下 在我们身边 一些人挤安全带 遵守交通规则 只是为了 免受交通处罚 他们并没有真正意识到 只有病情交通陋习 安全闻名出息 才能保障我们自己的 生命安全 正常开学的时候 就是慢 绝对是没有 不超是不超 这就是肯定的 这个既安全带 高速公路上 不要违章 这个就举于这些就可以了 他们是骄勇善善的 金国英豪 他们是军中的 秒杀之王 一场场严峻的考验 在等待着他们 走进科学系列节目 扭讯便宜 进击博主